2月26号是葬礼新年初期 对于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山东等全国各地的130多名游客来说 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与体验 在2月19号葬礼新年古突之夜 八方游客乘坐汽车首次走进西藏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扎西驱灯社区 开启他们在高原藏乡的沉静式文旅体验活动 扎西驱灯社区也由此迎来最为欢乐的新年 葬礼新年是藏族民众一年中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 历史悠久 有着浓厚的民族地域特色 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是第一次来西藏 然后也是第一次过这个葬礼新年 感觉特别的好 就是跟一大帮这种志同道好的朋友在这边相聚 非常的美妙 我们吃的土 第一次吃然后味道也很好 吃到的里边包有东西 我吃到的是盐 然后盐据说代表的是懒惰 在此次活动中 带着不同相应的游客们齐聚亚龙河畔 他们住民宿 穿藏装 吃古秃 喝清磕酒 看藏戏 打牛角 跳锅装 与当地民众欢度葬礼新年 体验高原传统节日 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我们参加 然后体验了很多当地的民俗 体验了咱们特别有意思的民俗活动 像打牛角啊 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而且我们的游客呢 也可以参与到其中 深刻的体验 就到这种活动的乐趣所在 这个民宿呢 感觉特别清洁 像阿炸啊 就体验了这种马适 然后感觉特别好 意义也很好 又香又甜 然后意义咱们 2023年水兔年呢 甜甜蜜蜜 吉祥如意 我感觉在这种民宿的住宿中呢 特别能体验到家庭的这种氛围 像阿炸啊 然后家里人都特别热情 我们能融入到其中 所以下次如果也能来的话 还想到这种民宿中 来体验这种生活 据悉 在今年的葬礼新年之际 山南市旅发局 旅游公司 旅行社等 携手开展了百名游客 进扎西区登 过葬礼新年活动 旨在加快山南市旅游优质复苏 和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着力提振旅游市场消费信心和活力 更好的传播 推广当地独特旅游资源 弘扬藏原文化 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 在活动即将结束之时 相聚在扎西区登社区的游客及民众 跳起欢快的锅庄舞 他们在欢声笑语中 再歌载舞 互道新年祝福 祈愿来年 康乐吉祥 在新的年龄 身体健康 和家幸福 摩扎西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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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衔 尔 hearts匠 摩扎西匠 摩扎西市 摩扎西匠